孙策的征战基础,父亲就不和袁术手中借来的兵。 父亲孙坚死时,孙策年幼,挥下兵马又折损殆尽,孙策无奈之下投靠在寿春金安徽兽县的袁术。 袁术是个无能的小人,袁术对孙家可以用两个词来改阔,第一是恩将仇报。 孙策北上讨伐董卓的时候,攻下了南阳金河南南阳市,主动把南阳让给袁术,袁术自己在南阳过奢华的生活,坐持山空,然后又被曹操打败,才逃到了寿春。 但无论如何,他应当是要感激孙策的,等孙策死后,袁术却是把他的部队全部据为己有。 更恶心的是,他在孙策尸骨未寒之时,强迫孙策的夫人,也就是孙策的母亲吴氏,交出了汉朝的传国玉玺。 孙策几次恳求袁术把孙策以前的全部人马借给他,袁术没有答应。 他一看出孙策这个人野心不小,很难控制,借了兵肯定不会还的,自然不肯做亏本生意。 第二是言而无信,袁术心中一直有座皇帝的梦,但能控制的地方太少,就想扩大地盘。 孙策无可奈何,他想创一番事业,但没有第一桶金,只好先帮着袁术跑腿。 但他辛辛苦苦,总是得不到回报。 袁术曾答应孙策做九将军太守,等到正式任命的时候,却让给了自己的亲信沉寂。 过了不久,他又信誓旦旦地对孙策说, 上次是我错用了沉寂,现在你去攻打卢江金安徽西南部,打下来太守就是你的了。 卢江的太守叫陆康,孙策也恨他,因为孙策以前拜访他的时候,陆康看不起孙策,只让手下人接待。 孙策怀着无限希望进攻卢江,打了两年才打了下来,但袁术又让亲信刘勋去做太守。 孙策一次又一次被耍,一次比一次失望,但袁术心里也喜欢他流露出的英雄气。 他看到孙策,常叹息说,如果我生的儿子像孙策一样,我就算死了也没有怨恨了。 口头表扬对孙策来说只是画饼冲击,更让他痛心英雄无用武之地。 在孙策苦闷难以倾诉,找不到出路时,一个谋士劝他,北方的能人太多,想找个地盘不容易,不如到江东去创业。 孙策走投无路之下,听取了他的建议。 江东包括哪些地方呢? 因为长江在金安徽南部境内,向东北方向斜流,因此以这一段长江为标准,确定东西和左右。 江东就是现在的晚南、晚东、苏南、浙江、江西、东北部等地区,也就是我们现在称的江南。 孙策以其人之道,还至其人之身,也开空头支票,对袁术说,我帮你先去攻打江东,回头帮助你平定天下。 当然隐含的条件是,袁术归还以前孙签的军盾。 令孙策吃惊讶的是,袁术这次同意了,一共给了孙策一千多人,马十多匹,包括孙签的旧部名将、成普、黄盖、韩当、吕范等人。 自愿跟着孙策走得又有几百人。 孙策就这样带着这一小匹人马,向袁术告别。 袁术很亲切地说了一路珍重,愿其开得生,静候佳音之类的话,似乎对自己以往的屡次失言,过意不去。 孙策千文万歇而去,袁术看着他远去的背影,心里却在冷笑,因为在袁术看来,江东的牛人多了,孙策此去是必死无疑。 袁术就是要借刀杀人。 孙策从寿春出发,由于他为人爽朗,武艺高强,长得又特帅,名声远播,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前来投军。 到丽阳安徽河县时,部队已经壮大到五六千人,他就从这里渡江,因为这里江面较窄。 江东面是采石机,历来是军事要塞,征讨江东的必经之路。 当时江东地区名义上,都是东汉天子的地盘,但实际上整个天下一被黄金军冲的七零八落,都是地方军阀割据一方,能站稳脚跟的大多狡猾强悍,杀气腾腾,根本看不起孙策。 然而让所有人跌破眼睛的是,孙策顺利攻下采石机后,转战江东,整个过程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,那就是战无不胜,攻无不可。 风卷残云般打下了包括现在苏南,浙江,江西,安徽等广大区域。 进攻的视频画面一直流畅,但也有卡的时候,那就是墨陵之战,因为镇守墨陵的,在当时绝对是个响当当的人物。 解密,战国第一汉将白旗如何评价自己呢? 身为战国第一汉将,为扫平六国,一统天下建立赫赫战功的白旗大将军,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历次大胜呢? 在战国册中,曾经记载了一段文字,写出了白旗对自己一生征战的评价。 当时秦昭王一心希望讨伐,乃至消灭赵国,为此派遣宰相返居前往,夜举白旗一生建立的赫赫功业,希望说服白旗为国出征。 可是竟然遭到了白旗的拒绝,那么白旗是如何评价自己的多次大胜利呢? 秦国宰相反军面色严厉,大声呵斥白旗,楚国地方五千多里,军队超过百万,以前将军只凭借几万人,就能够攻进楚国,攻占尹都,焚烧楚王的宫殿,并且直接抵达靖陵。 天下震动,无人不佩服将军的应用,楚王吓得迁都,不敢抵抗。 当时韩国、魏国两国联合,共同出兵进攻,可是将军率领的军队,从人数上讲,还不到韩国魏国联军的一半。 可是双方交战,有一次大破敌军,斩首二十四万。 因此,一直到今天,韩国和魏国都对我们大秦称臣。 将军您的汉马功劳,我秦昭王知道,大秦的子民知道,天下诸侯都知道。 可是,现在的赵国经历了长平之战,军队十分之七八都已经战死,非常虚弱。 本来朕希望将军出征,一举平定赵国,成就辉煌的功业,将军您一向用兵如神,为何现在以强激弱,却一再推辞呢? 白起说,不对,当时和现在的形势并不相同,而大王所说的情况也并非都是全部。 当时的楚王,倚仗自己有广阔的国土,对内沉眠酒色,不理朝政,以至于朝臣互相倾压,贤臣被贬,百姓也心怀怨恨,城池的防务也非常松懈,可以说楚国上下,离心离德。 于是,臣才可以率领军队突进楚国,所到之处攻取很多城镇。 而我每到一处,都稍断桥梁,表示不攻陷,楚国就绝不后退。 当时我军上下,全部都以将帅为父母,将领以士兵为兄弟,彼此之间不必说话也非常亲近,全军上下团结一心,同心同德。 并且,所有将士都有着必死的信念,战场上奋勇争先,个个不怕死。 反观楚国人是在自己本国作战,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家人,于是全军上下都没有斗志。 看到亲人死去而悲伤,看到我军胜利而恐惧,根本就没有为国牺牲的斗志。 这样,我才能建立所谓的丰功伟绩啊。 白起又说,至于大王提到的和韩国卫国之间的战斗,也并非是我真的能够倚弱胜强。 当时的韩国势单利固,而卫国又顾念本国的安危,有了后顾之忧,不肯下令自己的军队率先进攻, 以至于两国失去了联合进攻我军的最佳时机,最后被我个个击破。 卫国的军队势力强劲,并不弱于我军,可是卫国统帅却总是希望韩国军队能够打头阵,以消耗我军的力量。 而我集中力量,组织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突袭部队,先击破卫军,然后稍微弱小的韩军自然不战而亏。 这都是依赖天师地利啊,哪里真的是我用兵如神呢? 白起说到长平之战,他说,可是,现在的赵国和当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。 在长平之战后,我军上下都认为已经大盛,于是大王下令班师,没有成胜追击,错过了灭亡赵国的最好机会。 而赵国却假借着向我大秦投降的名义,得以喘息,然后赵国上下修养生息,制造武器,整顿军队,调整将领,联合盟军。 在赵国,不但是全国民众都团结一致,朝廷权臣更是为国表率。 平原军赵盛让他的妻妾为士兵缝补衣服,全军为国家面临的危难而悲哀,都发誓要用生命捍卫赵国。 现在我们如果率军去攻打赵国,必然受到赵军最顽强的抵抗,就算是我们的大军能够打到邯郸城,也未必能够攻陷。 但是一旦我们出兵,却可能招来天下诸侯联合进攻。 秦国虽然强大,但是也无力对抗其他六国。 微臣只知道法兆之害,不知道法兆之力,加上微臣确实是重病缠身,无法奉命出征。 范局听了听白起的一番言辞,默默无声,作为秦国的宰相,怎么会不明白秦国的现状,怎么会不明白秦军在大盛之后面临的可怕前景。 可是,面对秦昭王,面对满心骄傲,整天想着消灭赵国,建立超越祖先功勋的秦昭王,谁敢把事实说出来。 那不是赵不自在吗?可是白起说了出来。 这位征战一生,白发苍苍的老将军说了出来。 范局回到都城,把白起的话转述给秦昭王。 可是,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秦昭王哪里听得进白起的忠言,只是以为白起在一再白谱,自高身份而已。 确实,白起不想出征,可是句句都是肺腑之言,对时局可谓动若光火,难怪成为战国第一勇将。 随末西秦把王薛局,曾大败李世民差一点功取长安。 薛局,杠六一八年,随朝末年群雄之一,祖籍河东焚音,金山西万荣西,其父血汪时,喜聚兰州金城,经甘肃兰州。 薛局容貌魁梧雄壮,骁勇善舍,出任金城府校尉。 大业十三年,六一七年四月,薛局起兵返随,自称西秦霸王,年号秦兴。 大业十三年,六一七年七月,薛局称帝,迁都秦州。 武德元年,六一八年,薛局与唐军交战,在潜水园大败秦王李世民,俘虏其大江慕容罗侯,刘洪基等,正与承胜直取长安,却突然病逝。 起兵称王,薛局本是河东坟淫,金山西万荣西人,其父血汪,喜聚兰州金城,经甘肃兰州。 薛局容貌魁梧雄壮,骁勇善舍,齐家钱财巨腕,喜欢交接边地豪杰,称雄于北方边地。 隋朝大业,六零五年到六一八年末年,薛局担任金城府校尉。 大业十三年,六一七年四月,时逢年皇民机,龙溪盗贼风起,金城县林郝元为讨伐贼寇,招募兵足数千人,任命薛局为将。 分发铠甲,大击官民,至久享世,薛局和儿子薛人搞极其徒党,于座中劫持好远,假称受捕谋反之人,随即起兵,囚禁郡县官员,开仓散粮,以阵级贫乏。 自称西秦霸王,见年好为秦兴,封薛人搞为其宫,小儿子薛人,月为晋宫。 别处贼口松罗侯帅其中归父,封为一兴宫,继而招负群道,劫掠官马。 兵风沈锐,所致之处,城池皆被攻下。 随将皇府晚率兵一万人囤住浮海,薛局选精兵二千人前往西击,与皇府晚在赤岸相遇。 战前风雨突至,起初薛局一方逆风,而皇府晚不出击。 不久反风吹向对方,天色又很昏暗,军中队伍不整,薛局骑成甲马率先出击,皇府晚兵队大败而逃,薛局城市攻陷浮海。 民山羌中利俗帅众二万人归降,薛局兵士大贞。 进封薛人稿为齐王,授之东道行军元帅,宗罗侯为一兴王,以辅佐薛人稿。 薛人岳为晋王,兼领河州刺史,接着又略取山,扩二州之地。 不过十天,近距隆西之地,拥兵士三万人,称帝千都。 大业十三年,六一七年七月,薛局在兰州称帝,封妻子居士为皇后,儿子薛人稿为太子,尊母亲为皇太后。 在其祖先墓地建制灵异,立庙于城南,臣兵数万人,出寻扫墓,然后大享士族。 派薛人稿围攻秦州,集天水军,之所在今甘肃天水。 薛人岳前往建口,攻略河池军,被河池太守萧宇击退。 薛局又派检部,将长仲星渡过黄河禁忌李鬼,与李鬼部将李云战于昌松,长仲星战败,全军陷没于李鬼。 薛人稿攻克秦州,薛局便将都城从兰州迁至秦州。 继位成功。 大业十三年,六一七年十二月,薛局派薛人稿进反复风郡,治所在今陕西凤翔,千元贼口唐碧抵御,并不能前进。 起初,唐碧拥立李洪之为天子,有众十万人。 薛局派遣使者诏语唐碧,唐碧杀害李洪之,依附薛局。 薛人稿趁唐碧不备,袭破齐军,尽收齐注,唐碧锦率数百名骑兵逃走。 薛局军事一生,好为二十万中,筹划攻取长安。 时逢唐王李渊,拥立随朝代王阳又为随帝,入聚长安。 薛局便流冰攻打赴风,李渊派遣赐自李世民,率军计讨薛人稿,双方急战,薛人稿大败。 唐军斩首薛人稿军数千首级,薛人稿撤回隆诱,唐军追击至隆底而还。 薛局畏惧李世民,便越拢逃走,问其属下说,古时有投降的天子吗? 皇门侍郎楚亮说,从前赵托以南越归降汉朝,蜀汉流产也出世晋朝,近代萧从,其家族至今仍在,转获为福,自古皆有。 魏魏清郎愿说,楚亮之言不对,从前汉高祖兵马屡败,蜀仙主曾王氏蹊跷,作战本来就有胜负,怎能因一战不胜就验亡国之计呢? 薛局也后悔其问话,便说,不过是世事各位而已,便重赏郎愿,用他做谋主。 郝愿建议与梁氏都联兵,送后礼给突厥,和兵并力,东壁京师。 薛局接受此意,与突厥莫赫多设共犯京师。 时逢都水监与文心初始突厥,劝说莫赫多设停止出兵,因此薛局的计划未能成功,并是灭亡。 武德元年618年6月,唐朝丰州总管张长迅进击宗罗侯,薛局率全部兵力前往救援,并进击京州,屯驻于西址,经甘肃京川县东城,派出游军截掠其州,宾州。 唐朝以李世民为元帅率军予以抗击,进驻于高址陕西长屋北城,李世民认为薛局军粮少,急于速战速决,于是决定守城不战,以拖垮他们。 时逢李世民生病,卧床不出,而薛局多次挑战,李世民的部将行军长使刘文静与殷开山士兵于高址,倚仗人多而畏设防范。 薛局又是唐军出战时进行突然袭击,最后将唐军击败,唐军死者达十分之六,并扶唐朝大将慕容罗侯,李安远,刘洪基等。 李世民建大事一驱,领军逃回长安,薛局于是夺取高志成。 八月,薛局命薛人搞禁逼宁州、金甘肃宁县,好院设谋说,现在唐军刚被击破,将士多被擒获,人心动摇,可乘胜之取长安。 薛局表示同意,将出兵时生兵,征召武师看事,武师说是唐军作祟, 薛局恶文此事,不久就去世了。 其子薛人搞祭礼,视薛局为武皇帝,魏即安葬,薛人搞就被唐军消灭。 关羽为何留下骄傲自大的恶名? 替刘备背背上黑锅? 关羽骄傲自满,目中无人,源自陈寿的评价,关羽刚而自今。 之所以说关羽刚而自今,主要依据有两件事,一是要入川与马朝比武,二是受封官之师声称不与皇中为武。 要入川与马朝比武,发生在刘备取得成都之后。 在攻取成都的战役中,马朝不负众望,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成都,为刘备立下大功意见。 由此,他逐渐鞠躬自傲起来。 而此时成都出定,刘备对马朝不能不持宽容态度。 但是别忘了,荆州还坐着一位官二爷呢,关羽给诸葛亮写信,表示要入川与马朝比武。 这封信来的太是时候了,于是,诸葛亮借着给关羽复心,把他推到至高的地位,绝伦一群。 关羽看了回心,大约是宾客,但这并不是所谓的骄傲自满,而是高兴诸葛亮与自己心照不宣。 受封官职时,不愿与皇中为武,发生在刘备称汉中王以后。 建安二十四年、二一九年,刘备发动汉中战役,夺取了汉中这一战略要敌,并受封为汉中王。 回到成都,刘备心情大好,封官宇为前将军,张飞为右将军,马朝为左将军,皇中为后将军。 没想到被封为武将之冠的官宇很不高兴,竟然不肯受败。 原来他不满意,皇中也被封为四大元帅之一。 关宇与皇中的关系本来很正常,而且皇中是刘备入川的第一批部队的主要将领,对汉中战役取得完胜有重要意义,关宇不可能不知道皇中的分量。 而且对刘备的决定,关宇一般是不会反对的,更不会强烈反对。 但是,关宇为何有如此强烈的过激反应呢? 因为赵云,赵云是刘备集团早期入伍的将军,是刘备的仅次于官,张的亲密战友。 对赵云的勇敢与忠诚,刘备是深为了解的,而且赵云的资历和贡献不在关,张之下,更不要说马,黄了。 但是,刘备分封功臣,设四大元帅,却没有赵云。 这是为何? 仔细分析便可发现,这是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的。 刘备当上汉中王,在政治、军事上已经有了和曹操、孙权抗衡的资本。 但刘备不像孙权那样,是个自保地盘偏霸一方的角色,他是要匡扶汉士,安定天下的,所以他就要很好地整合自己的力量,因此必须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。 而这是刘备集团主要由三个方面的人员组成。 一是原有的老班底、关、张、赵等人是骨干,可称为卓郡、徐州集团。 二是荆州集团、诸葛亮、庞统、黄忠、魏严等人是骨干。 三是益州集团、法政、李延、孟达、马朝等人为代表人物,人数众多。 为军事统帅受贤,事关政权、军权根本,嫡系关羽和张飞不能不居最高位置。 但如果再封赵云、朱徐集团的分量就太重了,而马朝和黄忠就要有一个落榜了。 马朝属一州集团、黄忠属荆州集团,不论哪一个落榜,三大集团之间就不会平衡。 因此,刘备只能牺牺牲赵云。 以赵云对刘备集团的忠心和顾全大局的精神,他能够理解刘备的政治意图,体谅刘备的政治处境。 因此,赵云表现出了高峰谅节和服从组织安排的政治觉悟。 然而,赵云是蜀汉的重要注视,他的心情和感受是不能不顾及的。 可决定是刘备做出的,刘备怎样安慰赵云都是无理的,于是这项思想政治工作就落在了关羽的肩上。 关羽身负众人,不可能去成都与赵云促息谈心,也不可能写个正式文件向成都报告。 他只有一种特殊的方法表示不同意见,而且只是表示一下,并非一定要改变既定事实。 关羽发了一通政治脾气,完全是为了团体的最高利益。 至于留下一个刚而自尽的恶名,关羽就难以自顾了。 三国历史上比诸葛亮还会算计的东吴军师,东汉末年,群雄兵器。 诸葛亮作为刘备的军事中郎将,善于治兵名扬天下。 魏国的巡语巡游贾许国家等人也是智囊级的人物,都曾为曹操出谋划策,立下盖世功劳。 有人说东吴没有运筹帽帽的人物,一个周虞太过于小气,极贤度能。 陆逊虽然英勇,可是并不被孙权看好,后来抑郁而亡身。 其实东吴从来就不缺乏顶尖级的人物,就是军事类的人物,也有比如名不见经传的吴范。 这个吴范乃是东吴人,出生在汇集郡上渔线,据说喜欢钻烟阴阳八卦乃至命运兴衰。 因为天下大乱,曾经在京都混过一个阶段,但是并没有看中他的学问。 当孙权在江东崛起的时候,吴范便来投奔,每当有灾难和吉祥的事情快要发生之前,吴范总是反复多次的推理,给别人说,因此吴范很有名气。 开始孙权要攻打皇族,吴范看了看天象,说,今年大雄之年,不如明年。 根据我的推理,荆诸木刘表明年也要辞世。 那皇族失去了支援,自然疲于奔命,一战而成功。 年轻气盛的孙权,哪里把吴范的言语放在心上,带领大兵前来攻打,自然是不能取胜。 第二年,军队再次出征,来到巡阳,孙权先拜访了吴范,吴范看了看天象,兴致勃勃地说, 主公,这一次皇族肯定失败。 荡业军队急刑,来到皇族地界,还未交战,皇族逃跑。 孙权害怕找不到皇族的下落,吴范看了看天,说道,这家伙就在最近,一定能够生擒皇族。 到了武庚天的时候,士兵果然找到了皇族,不久,刘表也病死了,诺大的荆州经过了赤壁之战的洗礼,被孙、刘、曹彻彻底底地瓜分了,而吴范居然能够先知先觉,提前预料。 看来的确不同于一般人,到了仁臣那一年,吴范又对别人说,甲子年刘备一定能拿下一周,后来吕代从西书返回,在白帝城遇见了刘备,说起刘备的士兵,经过了陆逊的火功溃不成军,做什么事情都不如意。 孙权便问吴范,吴范笑着说,我说的从天象上看,而吕代说的人士,自然大不相同。 后来,刘备果然在西书成就了霸业。 孙权要和手下人商议讨伐关羽,当时吕蒙陆逊接投了赞成票,可是大臣们纷纷说不可。 孙权问吴范,吴范说,可以。 后来,关羽在卖城请求投降,孙权问吴范这个人是不是真心投降。 吴范答道,他只是想找机会逃走,以前曹操带他,也没见他真心投诚。 即使投降,也是咋详。 孙权让潘张在僻静的小路上等着关羽,有人来报关羽已经逃走。 吴范说,不必担心,即使逃走,也跑不多远。 别人问他,什么时候能够活捉关羽,答道,就在明天正午。 孙权立刻下令集结兵力,勤住关羽,快到正午的时候还没有捉到,孙权便来责备吴范。 吴范说,时辰还没有到,不一会儿有风吹草动的声音,吴范说,关羽来了。 士兵们一听到捉到关羽,高呼万岁。 后来孙权与曹魏交好,吴范说,尽管如此,我们一定要巩固边防。 刘备在边疆气势汹汹,吴范说,最后和西蜀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。 吴范这个人料是如神,只要他查验的事情,没有不准确的。 吴范这个人料是如神,孙权总是觉得吴范有太多的才华,没有得到展示。 他曾经任命吴范做其都尉,多次对吴范进行详谈,想揭开吴范能耐大的原因。 吴范对自己的才华有所保留,这让孙权感到遗憾。 当初孙权做将军的时候,吴范说,江南有王气,孩子年间将有大喜事。 孙权说,我如果称帝,将拜你为侯。 后来果然被立为吴王,吴范就在孙权身边,提醒孙权,孙权对大臣们说,这个人很不简单,先前就知道我有这么一天,于是取出侯爵的印兽,让吴范披呆。 吴范知道孙权并不是发自内心的,就笑着白白手,后来被封为都庭侯。 当赵书刚刚颁布的时候,孙权又认为吴范太过于表现,就下令除名。 吴范知道自己快要死,就对孙权说,都无近日将赏军师。 孙权摇摇头,我没有军师,怎么会赏军师? 吴范说,大王出兵御敌,往往按照我的话去做,我就是大王的军师呀。 就在那一天,吴范果然去世。 曹丕也是大才子,为文帝曹丕更看重文字的不朽。 曹丕作为一位政治家乏善可陈,唯一值得提及的是,由他完成了欺负曹操篡汉自立的夙愿,逼迫汉县帝,持节奉喜受禅位,改元皇出,建立魏政权。 曹丕在位六年,大的剑术几乎没有,相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无比耀眼,掩眉了其帝王的光彩。 这也正符合了这位曹公子的心思,纵观曹丕一生的言论和追求,他坚定地认为,只有文字才能使人千古留名,对于帝王的差事,免为其难应付一场而已。 曹丕自幼极喜爱文学,虽然史籍称其文武兼卑,此类文字纯属是给帝王图脂抹粉的虚妄之词。 所谓的善其社,好基建,非少年时的顽皮举动,就是引勇之余的雅兴所为。 真正青少年时代的曹丕,钟情的是读书写作,年八岁能主文,有一才,岁薄灌骨,金经传诸子百家之书。 八岁时就能复试作文,显现出超长的文学天赋。 同时酷爱读书,经时子籍,无不同效。 曹操打败袁绍以后,定督叶城,今河北临章,迎建了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。 曹丕的青年时代,基本上是在叶城度过的,而其叶城生活的主要内容,就是倡导,组织,参与并亲手推动了彬彬之声, 大北于世的叶下文人集团。 在战火尚未熄灭,三国交战正汉的时代背景下,建安文学以其独树一帜,而占据中国文学史之一席之地,除了曹操与曹植,首工当推对文学有着极其浓厚兴趣的曹丕。 叶下文人集团的核心是曹丕,正是在他的号召和引领下,兴起了一段中国历史上文化事业的高潮,参与人数有百人之多,规模空前。 汇聚了文坛精华,当时全国一流的诗文大家袭击于此。 佳作名片层出不穷,短短适余年间,筷智人口的传世之作不断涌现,产生了三曹妻子等代表性人物,建安风骨成为后世文学的典范。 而这一切都要首先归功于喜爱文学,又具备特殊政治身份的曹丕。 建安二十五年,公元二零年,曹丕去世,太子曹丕接过了父亲留下的政治重担,角色的转换并没有使之放弃文学的梦想,其中有一件事足以再次验证曹丕对文明的痴情。 完成缠让大殿,接过汉县帝的国系登基建位后,曹丕给父皇曹丝的尊号是五皇帝,而把文帝之名预留给了自己。 从个人文学才华与成就上来看,曹丕师、傅、文杰能甚至还曾涉足小说的创作,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通才。 位置记载,除、地、曹丕好文学,以著述为物,自所勒成垂百篇。 显见其好于文字,也长于著述。 曹丕的诗歌多表现其贵公子的游艳持物生活,他的词符有二十六篇之多,继续写军国大事,也抒发个人情怀,相述征服、感悟服、寡妇服等。 师傅之外,最能体现曹丕文学思辨才华的,是他的文,传之今天仍耐人寻味的代表作有与无之书,达凡秦书与著名的典论。 典论的写作初衷,就是为了立焉留名的目的,是直接表现曹丕人生价值观的一篇自白文字。 他说,盖文章,经国之大义,不朽之盛事,年寿有事而尽,容恶只乎其身,二者必治之长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 可以看出,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,是因为真正完美的精神产品无需使家吹捧,不用他人假托张扬,人们自会争相阅读万代转送。 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立焉的纯个体精神劳作的特性,可以摆脱繁琐的俗物,不依赖他人而独立创造。 这无疑告诉人们,文学创作的成本很低,关键在于自身的刻苦钻研,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。 像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,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,有的人专注于沙法建功,有的人以奇巧数数留名,极少数得天独厚者则凭借王八之夜欺图千古流风。 曹丕是幸运儿,他对复印已经占据了一条,但他却并不看重帝王的尊荣,独独清新于文字辞证。 出于对不朽的向往,曹丕十分心目那些已著作传世的人物,孔孟斯马迁都是他心中的偶像。 他是这样看待生命价值的,生有七尺之行,死为衣冠之徒,为立得扬名,可以不朽,其次莫如著篇集。 这里的立得,同样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树,与著作异曲同工。 每件当代文坛才子的一篇佳作,曹丕难掩其羡慕之情,他评价徐干的中文,著中文二十余篇,成一家之言。 此意典雅,族传后世,此此为不休矣。 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见其雄才大律,但他活出了自己的个性,没有不思进取地躺在腹背提供的安乐窝里虚度世光,而是另辟蹊径,找到了生命价值长存的另一方天地。 对于一个忠名鼎识的帝王之子,这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